我们温哥华现在已经进入了冬季的状态了 那么很多朋友都把这种户外的活动转移到室内进行了 那么大家设想这样一个场景 如果说户外细雨绵绵 那屋内暖衣融融 我们大家正在欣赏一个非常富有诗情画意的画展 那绝对是一件非常有惬意的事情是不是 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我们两位嘉宾 这二位就是我们这次这个画展参展的两位画家 张恒老师 孟小平老师 欢迎二位 那张恒老师这次的这个画展的名为是唐人诗意是吧 那么这些画家怎样通过这个作品能够展现出这种事情画意呢 是的 这一次展出的作品 展览的它的主题非常的明显 就是唐人诗意 那既然是诗情画意嘛 有了诗情 那我们画家们要表现出我们的话意 也就是有一个依据啊 对 但是呢这种的情况所谓讲诗意嘛 这个诗意就不外乎于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按照诗意来表达我们的作品 表达出来的作品有一点像看图说话 看图说话 我们小学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 对 也有这种效果 那再来一种就是反思维的方法 就是用唐人的诗意来做我们自己的作品的表现 来表达这个前面的那个时候的一个时代精神 哦 是这样的 这个爱的作品 哦 非常棒啊 那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参展的作品 还有这个参展的画家好吗 好 这次有18位画家 主要是有李行俭老师 张恒老师 还有张金生老师 有一个国航俭老师 剩下都是友谊参展的画家 包括您也是友谊参展是吧 有46幅作品 哦 46幅作品 拳幅也是蛮大的刚才因为这个张老师讲了是吧 是 那么张恒老师的作品刚才也说了非常有特色 那这次您参展有几幅作品呢 我这一次是展出了六幅的作品 因为都是比较大 在那个面积会比较 拳幅比较大 是吧 六幅作品 都是山水花 没有 我是四幅山水 两幅是花鸟 那像山水 我以王维的诗为主来发挥我的创作 而且那个落款的时候呢 我是用正草立传四个不同的字体表达这个作品 这个友谊参展是吧 您能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幅作品呢 这次我带了一幅作品 您是什么样子的 是一个叫南台首安的这个人 他是一个晚堂的一个诗人 他也是一个禅师 他写了一首很著名的一个禅师 所以我根据这个意境画了一幅画 这个画主要是用那个黑和白 大便的黑大便的白 然后画个小人坐在那 表现的就是一个空灵的 空灵的一个 有一个无心的那个境界 看着不会伤心吧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但是有些人认为比较消极 但是我认为就是一种专注的意思 这个既然是诗情画意嘛 不外乎于那两个方式 那也换句话说呢 像我过去也是 有把它用反思维的方法来讲 就是刚才您讲的会不会悲情呢 这个也是 因为诗词有的你不用悲情的方法 来描述的话 好像很多不能达到人 那种效果 是不是 对对对 有这种的真相 但是呢 像我举个例子来讲 那里面讲说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这也是还要黄昏 好像也是蛮悲情的 对对对 所以呢 我就不写这一首诗了 我就说 不怕近黄昏 明天会更好 这种表达就是更好 对对对 但是呢 我这个还是唐人的诗意 因为他 就换句话说 我们并不一定是说 一加一等于二 绝对就是如此的继续的 永久的表现下去 对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就很积极嘛 是不是 没有那种消极的感觉 非常的棒 张老师 那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画展的 这个举办的时间地点 还有联系的方式 好吗 好 时间是11月17号 已经开幕了 到12月8号 好的 那么联系方式呢 有个电话 604或5691886 可以打这个电话 好的 那我们观众朋友 任何的这个 疑问呢 查询可以打这个电话 好了 我们再次感谢二位画家 为我们介绍这样一个 精彩的画展 好吗 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您